我老公出轨,是她的出轨对象亲自告诉我的。 那时候,婆婆手术住院,我拖着喂断奶的孩子在病床前伺候的筋疲力尽。 没有得到老公的心疼和安慰,转头还收到了陌生短信,你老公正陪在我身边。 她真体贴,被秦远的出轨对象告知真相时,我刚在婆婆的病床前伺候了三天三夜。 其间,还要抽空回家给八个月大的孩子喂奶。 她轻飘飘的两条短信,对我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我突然想起来,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秦远总说要加班。 有好几次,她回到家时,身上都有明显的女性香水味。 我以为是她公司里的同事喷了香水,同个空间待得久了,难免沾染。 在今天之前,我从未怀疑过她出轨。 婆婆动手术前,我曾问过秦远,术后由谁照顾。 公公不在了,我们的女儿又才八个月大,我一个人,兔没办法照顾一老一小。 秦远那时说得好好的,会请一个护工。 可手术当天,护工没有出现。 她以工作忙为借口,把一切事情都扔给了我。 无奈之下,我只能带着孩子在婆婆的病床前伺候。 后来,我妈得知了此事,瞒着我弟弟和弟媳,偷偷请了假来帮我带孩子。 对此,秦远也没有一句感谢,反而认为这一切都是应该的。 我把她妈当亲妈,伺候得妥妥贴贴。 可她呢?嘴上说着工作忙,实际上却睡在别的女人身旁。 我浑浑噩噩地来到洗手间,想用冷水洗把脸清醒清醒。 一抬头,却被镜子里的自己吓一跳。 脸色蜡黄,黑眼圈很重,头发也乱糟糟的。 自从生了孩子后,生活的重心都围着孩子转, 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打扮自己了。 秦远也总说,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多着, 让我把买户敷品的钱省下来,给孩子攒着。 可她一边让我省钱,一边又嫌弃我越来越丑。 我低头自嘲地笑了笑,眼泪无声落下。 我回了家。 我妈看到我如行尸走肉般,连忙问我,怎么了? 是不是太累了? 是很累,但身体上的泪睡一觉就好了。 心里的泪,却不知道该怎么疏解。 我看了看四周,刚买三年不到的房子,贷款还没有还完。 刚出生八个月的孩子,连奶都还没有断。 我妈明明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却因为弟弟的经济问题,不得不继续上班工作。 而我,在孕晚期辞了职,现在没有一分收入。 如果此时我跟秦远提离婚,她就算不想要孩子,也会为了恶心我为难我,故意跟我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就算最后胜了,中间拉扯的过程,我要如何保证孩子的吃喝? 我和孩子又能住到哪里去? 我该怎么办?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就戴着这顶绿帽子过下去吗? 刚才发信息的女人,态度那么嚣张,她真的甘心永远当小三,不会想着上位吗? 思绪乱七八糟,心里堵得快要喘不上气来。 这时,秦远给我打电话了。 但她没有关心我,而是气势汹汹的质问,张白露,你死哪里去了? 我妈说你不在医院。 我太累了,回家睡觉。 什么? 秦远的音调因震惊拔得更高,你疯了吗? 你把我妈一个刚做完手术的人扔在医院里,万一她有什么事,你担得起后果吗? 我为什么要担后果? 那是她的妈,又不是我的妈。 况且,我已经尽心尽力伺候了三天。 这三天里,她除了来看过一眼,有做过其他什么事吗? 她在别的女人的床上鬼混,心口又开始细细密密地痛了起来,像是千万根针扎了进去。 很疼,很尖锐。 我怕自己会当着我妈的面崩溃大哭,连忙抱着孩子转身进了房间。 半个小时后,秦远回来了。 我妈看到她,很是惊讶。 因为刚才我说秦远在医院,我才得空回来休息。 所以,我妈第一句话就是关心,你俩都回来了,那你妈怎么办? 秦远冷笑,这就要问你的好女儿了。 我妈一头雾水,秦远哼了声,直接来到卧室。 她用力地推开门,门板撞到墙上,发出好大一声响。 跟我睡在一起的女儿被吓醒,挖得哭了起来。 可秦远却一点都不心疼,在我转身去安抚女儿的时候,她大声骂道,哭哭哭,一天到晚就知道哭,跟生你的人一样讨厌。 我知道她肯定是厌倦了我,甚至是厌恶我,所以才会出轨。 可八个月大的女儿,有什么错? 明明是她开门没轻没重把孩子吓哭了,现在却反过来骂孩子讨厌。 我气得发抖,门外的我妈也听不下去了,快不追过来,轻声斥责她,你吓到安安她才会哭,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的女儿? 秦远黑着脸转向我妈,那眼神吓得我妈后背都紧了紧。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上又收到了一条陌生短信,你老公的手表落在我家了,是让他来去,还是我送去你们家呀,跟之前发信息一样的嚣张语气,带着扑面而来的挑衅。 这一刻,为了孩子想要忍忍的心情突然爆炸,我看着秦远,一字一句地说,离婚吧。 秦远愣了一下,但她以为,我突然提离婚,是因为伺候她妈伺候得太累了。 她不会往自己出轨暴露那方面想,所以她也没有心虚,冷笑道,离婚?你凭什么提离婚?你是自己能赚钱还是娘家有钱啊?离了婚你就喝西北风? 她是那么高高在上,眼神里全是轻蔑。 这几句话,不仅看不起我,也看不起我的娘家。 我妈气不过,刚想开口反驳她,秦远又道,你弟弟上个月问我借两千块钱,说要交房租。 她快三十了,没买房就算了,连房租都交不起,你们家好笑不好笑。 这件事,我和我妈都不知道。 突然被秦远这么嘲讽,我俩都愣住了。 尤其是我妈,在外向来爱面子。 被女婿当面抖落出儿子的难堪,她瞬间仗红了脸,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秦远瞪着我,还不快去医院。 我还要赶回公司上班,她是回去上班吗? 是着急去陪那个女人吧? 我很想当场跟她撕破脸。 可我看看弱小的女儿,又看看窘迫的母亲。 我知道,现在还不是跟秦远闹翻的最佳时机。 在她厌恶的眼神中,我默默地把女儿交给我妈。 露露,我妈轻声喊我,心疼却无力。 我笑着安慰道,没事的妈,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我和阿远,偶尔闹一下矛盾很正常,等一下我俩说开就好了。 话音落下,我也不等我妈再说些别的什么,急忙拉着秦远从家里出去。 电梯里,秦远甩开我的手,同时警告我,你要是在敢整什么幺蛾子,别怪我不客气。 我低着头不说话,其实心里飞快地盘算着,怎样才能从秦远那里要钱。 秦远以为,我是不敢再跟她降嘴,满意地勾了勾唇。 至于那个女人,肯定是不会主动跟秦远说,她发信息挑衅过我的。 毕竟在秦远面前,她还要保持自己温柔善良的那一面。 这也正合我意。 到了医院后,秦远她妈跟秦远一个德行,对着我妈妈咧咧了好一阵。 临床的阿姨听不下去,为我说了几句。 秦远她妈这才闭嘴。 整个过程中,我表现得很温顺,没有顶嘴一个字。 把逆来顺受的小媳妇模样,演绎得淋漓尽致。 接下来的两天,我也依旧如此。 只不过偶尔会在微信上跟秦远说一句,她妈恢复得比较慢。 秦远会责怪我没有把她妈照顾好,我就唯唯懦懦地表示自己会更尽力。 她妈每天也会给秦远打电话,多数都是说我不好。 临床的阿姨听得直翻白眼,我连忙对她笑笑,示意她不要再为我说话。 要不然,秦远她妈转头只会更加为难我。 阿姨叹了口气,可她不知道,我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让秦远和她妈放松警惕。 到了第三天的晚上,大家都睡下了,我悄悄拿过秦远她妈的手机,给关机了。 再然后,我给秦远打电话,用那种天快塌了的语气急切地说道, 阿远,妈突然不行了,要抢救,你快点来啊。 秦远那种妈宝男,她妈的命就等同于她的命。 一听她妈快不行了,她也急了。 怎么回事,白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我也不知道,我的声音带上了哭腔,就是刚才突然昏迷了,然后医生护士都过来了,看完说要抢救,但我们之前交的钱不够了。 电话那头传来嘻嘻嘻嘻穿衣服的声音,大概,她又在那个女人的床上吧。 我的心里很难受,可越是难受,我也就越清醒。 我催促着秦远快点打钱,秦远急吼吼道,你让医院先救我妈。 钱我马上打过来,我没有接她的话,而是转头对空气说,我老公马上就来了,他有钱。 你们先救我婆婆,求求你们了。 这些话传到秦远的耳朵里,她还以为,情况已经危及到需要我哭着求人了。 她立刻说,别哭了。 我马上打钱给你,你先去交钱。 好。 电话挂断不到半分钟,她就打了十万过来。 我盯着账户余额,重重地松了口气。 虽然这十万块远远不够支撑我抚养孩子长大,但至少能度过眼前的难关。 我可以用这笔钱去租一间房子,彻底跟秦远分开。 只是,秦远马上就会赶到医院,当她发现我骗了她时,肯定不会让我好过。 张白露。 一声怒吼,几乎震破耳膜。 秦远抓着我的胳膊,大力地将我从病房里面甩了出来。 我重重地摔倒在地,膝盖磕地的声音听得人心头忧发颤。 可秦远只是黑着脸。 神情猙獰地恨不得将我生吞活泼了。 护士听到声响,连忙赶了过来,怎么回事? 这里是医院,很多病人都在休息,你们不要大吵大闹。 秦远的拳头钻得紧紧的。 我想,如果此时不是在医院,如果周围没有外人,她肯定要动手打我了。 认识七年,我竟不知道兔,她的骨子里也有家暴基因。 但她也不知道,这一场戏是我故意设计的。 医院里处处有监控,她把我甩出病房的举动,早已被监控拍下。 再加上有护士以及其他病人作证,她家暴我的事,已成事实。 等日后我提出离婚,出轨和家暴这两项罪名,应该可以为我争取到更多的财产分割。 秦远丝毫不知我内心所想,她还在为钱的事生气,马上把钱给我转回来。 你天天在家待着,能用什么钱? 那你呢? 你又把钱用到哪里去了? 我的反问令秦远一正。 她像个傻逼,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出轨的事已经暴露了。 我换了个更直接的问法,你是急着把钱拿回去养外面的女人吗? 秦远这才露出一丝心虚,但也只是从眼底一闪而逝。 紧接着,她又气急败坏地反问我,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外面哪有女人? 她不承认没关系,我本来也没想她承认。 男人除非在床上被抓到,否则他们总有说辞用来狡辩。 我冷冷地看了秦远一眼,转头又可怜巴巴地对着护士哭诉,我好怕,她要是回家,打我怎么办? 护士很有正义感,立刻就说要帮我报警。 秦远闻言更加烦躁。 她回头看了眼病房,她妈一点反应没有。 倒不是死了,而是我在她的晚饭里混入了安眠药。 老太太本来睡眠就不好,最近依赖上了药物。 我悄悄问过医生,增加半片并不会对她的身体有影响。 放心吧,你妈没事,就是吃了安眠药,睡得比较沉。 我再想离婚,也不至于这么公然地谋财害命。 秦远这才松了口气,然后恨恨地瞪了我一眼,再又骂骂咧咧地离去。 护士安慰了我几句,周围的吃瓜群众也在安慰我。 但我好像已经没那么伤心了。 尤其是刚才秦远为了十万块钱把我从病房里扔出来的时候, 我就清楚地意识到,在她心里,我什么都不是。 为了她妈,为了外面的女人,为了钱,她都可以对我又打又骂。 现在走掉也只是她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丢脸, 回头到了家里,她还是不会放过我。 深夜,秦远外面的女人给我打来电话。 前两次的信息已经够挑衅的了, 这次的电话更是嚣张到令人发指。 你以为你把钱骗走,阿远就拿你没办法了。 等你回家,她会打断你的腿。 是吗? 我低笑着反问。 他们不知道,我不会回家了。 下午的时候我就给我妈打电话, 让她帮我收拾好东西, 带着女儿在酒店等我。 虽然我妈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但突从先前我和秦远的争吵中也能大概猜测出一二, 我的日子并不好过。 到了酒店后, 我告诉我妈, 我要去隔壁式闺蜜家暂住一段时间。 我妈惊了, 暂住几天还说得过去, 暂住一段时间, 那你婆婆和阿远怎么办? 我没嫁到他们家的时候, 他们不是也活得好好的吗? 这些年, 我辛辛苦苦地伺候他们, 没有落得半句好, 还给我戴绿帽子。 真是可笑。 秦远外面有人了, 她和她妈的生活, 会有别的女人照顾, 不用我们操心。 啊? 我妈更震惊, 随即又问了问情况。 问完之后, 我以为她会跟我同仇敌忐。 不成想, 她居然劝我挽回秦远的心。 你看安安还这么小, 要是离婚了, 她以后就没有爸爸了, 多可怜。 女人终究是要靠着男人的, 以后你身边没个人, 妈怎么放心得下? 秦远虽然脾气差了点, 但是家庭责任感还是有的, 你好好跟她说, 她会回心转意的。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妈, 不敢相信这些话 是从她的嘴里说出来的。 她是被我爸伤得还不够深吗? 还是我弟弟让她享福了? 家里的两个男人 让她这一生都在吃苦, 她却丝毫没有醒悟的意思。 还在我想要挣脱泥潭的时候, 试图把我重新拽回去。 我感觉自己跟她无法沟通。 深吸一口气后, 我敷衍了她几句, 然后带她下楼, 给她打了辆车, 送她回家。 随即, 我连夜坐车 去了闺蜜潘倩所在的隔壁时。 当晚因为到得比较迟了, 潘倩也没多问我和秦远的事, 只让我带着孩子赶紧休息。 结果第二天一早, 我还没醒, 秦远就打电话来了。 张白露, 你又死哪里去了? 不在医院也不在家里, 你出去偷男人了是吧? 我走了。 简洁明了的三个字, 让秦远如当头棒喝。 她以为我会跟以前一样受气忍让, 最后继续任她搓圆捏扁。 可她不知道, 家庭里的琐碎我可以承受, 出轨却是我不能让步的底线。 婚姻很难, 需要两个人不断地磨合。 可婚姻里的忠诚一旦变质, 那条鸿沟就再也跨不过去了。 安安我也带走了, 我们先分居两年, 两年后, 我会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跟你离婚。 秦远大怒, 你骗了我的钱, 现在还敢带走安安。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会去哪里吗? 张白璐, 你等着。 等我找到你, 我打断你的腿。 你看, 她说的话, 跟那个小三说的话, 一模一样。 他们才是更适合的人。 我轻声而讽刺地笑了笑, 而后利落地挂断电话。 自打我和秦远结婚生子后, 和朋友们的联系, 确实是越来越少了。 唯一时常联系的, 只有潘茜。 所以秦远知道, 会收留我的人, 只有潘茜。 但她没有立刻过来抓我, 而是先给潘茜打了个电话, 说她工作很忙, 说她妈刚做完手术, 在医院里没人照顾很可怜, 说她一心为了家里, 我却耍性子。 潘茜气得都笑了, 你妈没人照顾你叫外面的女人去照顾啊? 你一心为了家里, 为的是哪个家啊? 秦远, 你不要听张白露一面之词, 她, 你搞搞清楚。 我和璐璐是闺蜜, 你算哪根葱? 我不信她, 难道还信你这个出轨渣男吗? 潘茜可比我会骂人多了, 秦远被气得够呛。 她又威胁潘茜, 你要是敢把张白露藏起来, 我就去你家闹个底朝天。 潘茜, 你来啊, 谁不来, 谁是孙子。 秦远还真来了, 她之前和我一起来过潘茜家一趟, 所以她找不到我, 就真的来了潘茜家。 她在潘茜家门口大吵大闹, 说潘茜破坏她的家庭, 把她老婆藏了起来。 潘茜一点也不慌, 只打了两个电话, 一个是打给她婆婆的, 另一个是打给她老公。 秦远大概忘了, 潘茜的老公是当地有名的花壁大哥。 在遇到潘茜之前, 连她父母都骂她是魂不吝, 所有亲戚朋友提到她的名字就头疼。 可谁也没想到, 这花壁大哥是个恋爱脑。 遇到潘茜之后, 被潘茜收拾得服服帖帖。 如今是潘茜说一, 她绝不说二, 潘茜让她往东, 她绝对不往西。 有人闹上门找潘茜的麻烦, 这花壁大哥能忍。 还有潘茜她婆婆, 也不是个好惹的拙。 她对潘茜其实谈不上多喜欢, 可谁让这世上只有潘茜能震得住她儿子呢? 要是潘茜跑了, 她那混不吝的儿子又得翻天。 所以啊, 潘茜的事就是她的事。 她一道, 立刻就推了秦远一把, 凶狠地骂道, 你是哪里来的神经病? 赶上我们家闹事, 我看你是活腻了。 秦远目露凶光, 表情刚一变得争鸣, 攀茜她婆婆立刻原地坐下撒泼, 挨幽味。 没天理了。 上门闹事还要打人, 我不活了。 我不活了呀。 她抓着秦远的裤腿, 脑门疯狂地往秦远的大腿上撞。 她疼不疼不知道, 但是秦远很疼。 而这时, 攀茜老公也赶回来了。 只见她撩起袖子, 拽着秦远的衣领就把人给提起来了。 冷冷地问, 就是你。 上我家闹事, 还敢打我妈? 秦远看了看她胳膊上的肌肉和纹身, 吓得立马认怂, 没有没有。 我没有打你妈, 我就是来找我老婆的。 攀茜她老公冷笑一声, 那你看这里有你老婆吗? 秦远摇摇头, 花壁大哥怒吼道, 那还不快给我滚。 话音, 她将秦远扔到了边上。 就像那天在医院, 秦远把我从病房里扔出来一样。 秦远狼狈至极, 看着周围全都是陌生人, 她也不敢再叫嚣, 落荒而逃了。 潘茜随即拿起手机, 笑着问我, 怎么样? 解气吧。 刚才秦远闹事, 以及被教训的画面, 我都通过视频电话看到了。 是很解气, 但我内心更多的情绪, 是对潘茜的感激。 我刚要张口说谢谢。 潘茜又道, 矫情的话就不用说了, 你还是想想, 接下来怎么办吧。 秦远不会这么容易善罢甘休的。 他妈需要人伺候, 被我骗来的十万他 也会想尽办法拿回去。 眼下虽然有潘茜一家护着我, 但他们也都有自己的生活, 我不可能永远靠他们。 秦远回去之后, 又去我家闹了。 可我爸也是个家暴狂啊。 我弟又是个败家子。 除了我妈一辈子被压榨之外, 我家的那两个男人 都不是好东西。 秦远去了我家, 比在潘茜家更惨。 我爸和我弟 直接跟他动了手, 我爸还扬言说要报警, 告秦远把他女儿弄丢了。 毕竟在我辞职之前, 我家有一半的经济来源 都是从我这里剥削过去的。 现在我不见了, 我爸还没找秦远的麻烦呢, 秦远居然赶上门去闹。 这些狗咬狗的事情 都是后来我妈告诉我的。 我不敢让她知道 我的新号码是用攀茜的手机打给她的。 我妈在电话里长须短叹, 不停地劝我带孩子回去。 回去干什么? 我冷冷地反问她, 回去上班赚钱给你儿子买房子吗? 还是回去让别人笑话我, 老公出轨了, 我却不敢吭声。 又或者是被婆婆欺负了, 只能半夜躲起来哭, 娘家没有一个人为我出头。 那些暗无天际的日子, 现在回头想想, 竟是那么让人心寒发战。 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 两久两久, 她才哽咽地说出一句, 你和安安都要好好的。 挂了电话后, 潘茜问我, 既然你妈也过得这么苦, 你怎么不让你妈过来帮你带孩子? 她太心软了。 如果带她过来, 肯定会泄露我的新住处。 到时候, 我爸和我弟轮流上门来闹事, 秦远也来闹事, 那我还过不过日子了。 我妈困在她自己的思想里, 认为女人就该在家相夫轿子, 就该承担家务, 有了矛盾, 忍忍就过去了。 她这辈子, 大概是走不出来了。 潘茜张嘴想说什么, 最后也只是叹了口气。 我离开之后, 秦远的日子过得鸡飞狗跳。 她的小情人一开始想上尾, 去她妈的病床前伺候了几天, 做做样子。 可俗话说, 酒病床前无孝子, 更何况是一个外人。 她的小情人伺候了两天就吃不消了, 吵着闹着让秦远请护工。 但请护工要钱啊。 秦远想起刚被我骗走的十万块, 气得骂她的小情人, 你怎么这么没用? 这才照顾了两天, 就哭天喊地, 之前张白露一边照顾我妈, 还要一边带孩子, 都没有你这么能叫。 那你去把你老婆找回来啊。 婚内出轨, 还在这里叫叫叫, 我看最能叫的人是你。 两人大吵了一架, 她的小情人赌气走了。 秦远后面去找过她, 但是对方想要的钱, 她给不了。 想要的情绪价值, 她也给不了。 人家凭什么回头跟她和好呢? 大多数当小三的人, 都不可能上门给人当免费保姆。 秦远这时想起了我的好, 想起了那些有我照顾的舒坦日子。 可她不知道我的新号码, 也不知道我的新住处。 她只能去求潘茜, 让潘茜转告我, 说她知道错了, 说她以后会改正。 潘茜自然不信她的鬼话, 但看我一直沉默着, 潘茜怕我信了, 就问我, 张白露, 你不会心软, 想要回头吧? 她的声音突然拔高, 把我吓了一跳。 手上的铅笔往旁边一歪, 差点毁了即将完工的设计图。 我好笑地看着她, 你疯了还是我疯了? 你觉得我会回头吗? 过去这大半年, 我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 其中艰辛只有我自己清楚。 无数个深夜, 我的眼泪都曾尽湿枕头。 尤其是当孩子学会说话后, 学着其他小朋友 喊出爸爸这两个字, 又问我爸爸在哪里的时候, 我心里那绵绵的痛意, 无人知晓。 我也曾在某个崩溃的时刻, 拿起手机想要给秦远打电话。 但这个念头刚起, 我就会想到那个女人发给我的短信。 她后来还在社交账号的私信里, 给我发过照片, 她和秦远睡在一起的床照。 我把那张照片打上厚厚的码, 然后挂在了社交软件上, 并了秦远的账号。 她看到之后, 在私信里对我破口大骂。 那么肮脏恶毒的字眼, 居然是我的爱人发吐给我的。 她甚至在私信里说, 就算两年后我起诉离婚成功了, 孩子的抚养权也争取到了。 她后面也是不会给抚养费的。 一分都不给。 她还问我, 一个从小没有爸爸的孩子, 你就不怕别人会用异样的眼神看待她。 不怕学校里的人欺负她, 最亲近的人, 最了解往哪里捅刀子, 你才最痛。 所以啊, 我为什么要回头? 为了孩子吗? 可我在成为母亲之前, 首先是我自己。 如果我连自己都做不好, 那又如何去成为一个好妈妈呢? 安安两周岁的时候, 秦远失业了。 她开始通过各个社交账号 疯狂地联系我, 发一些自认为发自肺腑的小作文。 然后, 她每联系一个社交账号, 我就拉黑一个。 甚至, 直接注销。 秦远这时才发现, 所谓的婚姻关系, 其实也没有那么牢靠。 就算身处网络发达的时代, 当对方有心想要隐藏, 换了住处, 换了号码, 竟真的可以此生不见。 而我为了不泄露自己的信息, 过去这一年多, 虽然会上网冲浪, 却从不敢发照片。 我怕万一被秦远看到了照片, 她通过某些痕迹会找到我。 在我们正式离婚之前, 我不想再跟她见面。 然而,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秦远已经到了狗急跳墙的地步。 她先是蹲守在攀茜家附近, 跟了攀茜整整半个月, 终于被她知道了我住在哪个小区。 然后, 她又在我住的小区附近蹲守了三天, 在我带着安安出门溜达的时候, 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安安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她了, 再加上年纪小, 记忆力没有那么强。 面对从天而降, 想要抱她的爸爸, 她没有任何欣喜, 反而觉得害怕。 我愣了一下, 之后飞快地反应过来, 在秦远的指尖碰到安安之前, 一把将孩子搂进了怀里。 同时, 我扯开嗓子喊, 救命啊! 人贩子抢孩子了。 正值饭后散步时间, 周围邻居很多。 我在这边也住了一年多了, 大家对我和安安都很熟悉。 听到我这么喊, 大家立刻一窝蜂地都围了上来。 有两个大爷按住了秦远, 另外的人也说要报警处理。 秦远大喊道, 我是孩子的爸爸。 众人一愣, 紧接着面面相去。 我想反驳, 可秦远和安安长得太像了。 想到他喊出这句话后, 那两个按住他的大爷, 就缓缓地放手了。 只是幸好, 我已经躲在了人群后面。 秦远看着四周这么多人, 也不敢冲过来抢孩子。 他只能声泪俱下地求我原谅, 露露, 我知道错了, 以后我一定努力赚钱养家, 绝不会再让你和孩子吃苦了。 我冷眼看着他, 身上的衣服应该有好些天没换了, 皱巴巴不说, 还散发着诡异的味道。 头发也乱糟糟的, 脸色蜡黄, 像是好多天没有睡醒了。 我猜, 应该是这一年多, 他又要上班又要照顾他妈, 精力都被耗尽了吧。 他肯定无比想念, 以前那种一回到家就有热乎的饭菜, 一脱下衣服就有人洗得潇洒日子。 所以啊, 他哭着求我, 露露, 跟我回家吧。 安安也在这时小声地问道, 妈妈, 这是我爸爸吗? 我没有否认秦远和安安的关系, 但我也没有原谅秦远。 如今的我不仅能自己养孩子, 还有自己的工作室, 面对秦远的死缠烂打, 我很直接地告诉他, 要么我们和平离婚, 我可以允许你每个月来看安安, 要么就法庭上见, 一切按照法律来。 他可别忘了, 当初他在医院家报我的视频, 我至今还保存着, 以及他的小情人发给我的信息, 我也保存着。 如今他穷困潦倒, 安安地抚养权就别想了。 秦远痛苦地看着我, 露露, 别叫得这么亲切, 我冷笑道, 会让我恶心。 秦远被我的话噎住, 好半嗓都没有吭声。 他的手机一直在震动, 我以为是他的小情人打来的。 但秦远说, 我和那个女人早就分手了, 这些电话是催债的。 所以, 你来找我, 就是想让我回去帮你还债? 不是的。 秦远急切地解释, 欠的钱我自己会还的, 我就是想你和安安了。 是吗? 我忽然点开了手机上的一段录音, 里面传出秦远他妈的声音, 你不回来照顾我, 阿远怎么安心工作? 她不工作, 哪来的钱? 就算你们离婚, 安安的抚养费还是要给的吧。 所以, 露露你快回来, 就当是可怜可怜我, 也为了安安, 你快回来吧。 从我认识秦远至今, 快要九年了,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秦远他妈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卑微又可笑。 听说这个老女人半年前中风了, 如今半身不随地躺在床上, 秦远在家的话, 还会端一口饭给他吃, 否则就只能饿肚子。 也不知道秦远在这边的这些天, 他是怎么过的? 肯定很惨吧。 秦远听了录音, 脸色大变, 因为他妈把他心里最阴暗的那一面全都说了出来。 他找我回去, 是想借着爱和团圆的名义, 让我继续当他家的免费保姆。 等他有时间有精力重新去上班赚钱, 他会再次嫌弃我, 然后找别的女人。 这样的教训有过一次, 还不够我长记性吗? 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 秦远, 怎么了? 我知道你现在很缺钱, 如果你答应离婚的话, 我可以给你一点钱。 秦远立刻摇头, 露露, 你别这么想我, 我是真心想要跟你和好的。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 你如果想好了, 给我打电话。 起身之后, 我突然又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工作室的收入, 你就不要想了。 那个工作室是攀欠的, 我只是帮他打工。 尽管, 我们心知肚明, 我才是工作室真正的主人。 可我从逃出来的那一刻, 就准备好了要离婚, 这一年多时间里, 我处处小心翼翼, 中间还咨询过律师, 我又怎么可能留下把柄, 让秦远要挟我呢? 随着我的话音落下, 秦远终于彻底泄气。 但我知道, 他还有最后一招。 果不其然, 隔了两日之后, 秦远带着我的父母和弟弟过来了。 为了逼我回去, 为了能继续剥削压榨我, 打过架的他们, 突然变得无比团结。 我爸用养育之恩压我, 我妈用眼泪攻势, 而我弟, 则在一旁骂我是个白眼狼, 只有秦远像个大好人, 站在我这边为我说话, 安慰我。 他们一方唱红脸, 一方唱白脸, 以为我看不出来。 我悄悄把我弟拉到角落, 压着声音说, 你真以为, 我跟你姐夫回去了, 他能让我往家里拿钱。 他现在就是利用你们, 想把我先逼回去。 等我一回去, 他肯定会把我身上的钱都拿走, 到时候, 你们拿不到一分钱。 我弟一听拿不到钱, 立刻就急了, 那怎么办? 这样吧, 你们先把他赶回去, 只要不让他来打扰我和安安, 我会定期给爸妈打钱的。 毕竟我们是一家人, 我赚的钱给你们, 总比给一个外人强, 你说呢? 这些话正和我弟的心意, 他的眼里都亮起了光。 而后, 他转头对秦远说, 你走吧, 你都出过轨了, 你配不上我姐。 秦远一愣, 不敢相信自己拉来的盟友 这么快就倒戈了。 我爸我妈也有些发懵, 但儿子和女婿谁更亲, 他们还是分得清的。 所以, 不管我弟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都会下意识地 先站在我弟这边。 秦远当然是不肯走的, 然后就和我弟推散了起来。 我弟那暴脾气, 一言不合, 直接开打。 最后, 他俩双双被带进了警局。 这件事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只要双方愿意, 其实是可以和解的。 但我让我弟不要和解, 因为我要以此要挟秦远, 让他立刻同意跟我离婚。 当初我让我妈收拾东西的时候, 把户口本和结婚证都带上了。 只要秦远点头, 马上就能去领离婚证。 相较于一辈子牵扯不清的血缘关系, 跟秦远的夫妻关系, 是当下最快能解除的。 秦远为了不留暗底, 也为了我许诺的那一点钱, 他终于同意离婚了。 当离婚证拿到手的那一刻, 我悬了将近两年的心, 也终于落地。 我给潘倩打电话, 告知他这个好消息的同时, 又让他把安安送到我的新住处。 潘倩一愣, 你什么时候搬家的? 在秦远第一次来过之后, 潘倩, 好家伙, 你连我都瞒着。 是不是怪我上次警惕性太低, 泄露了你的地址? 当然不是, 我搬家是为了庆祝我获得新生。 你确定秦远以后不会再来找你了? 还有你爸妈那边呢? 我给了我爸妈一笔钱, 就当是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 他们暂时不会再来烦我了。 以后呢? 以后就请潘大小姐来找我的时候, 不要被人跟踪。 潘倩, 沉默过后, 他还是不放心秦远那边。 那个烂人以后要是没钱了, 搞不好又会来找你。 不会了, 你怎么这么肯定? 因为我呀, 找人在秦远回家的路上, 把他打了一顿, 给他的那点钱, 就当是医药费好了。 现在的我, 有钱有时间, 再也不是任人搓圆捏扁的软柿子了。 以后他来一次, 我就让人打一次, 打到他不敢来为止。 至于我父母那边, 反正他们不知道我的新住处, 要找我也没有那么简单。 他们如果愿意跟我相安无事, 我就还当他们是父母。 要不然, 我也可以翻脸不认人。 这两年, 单独带孩子生活在外面, 虽然很苦, 却也让我看清了很多事。 这世上无论是谁, 都没有自己靠得住。 你只有自己强大了, 人生的路才会变得自主。 全文完, 生孩子那天, 我没忍住痛呼出声, 给我接生的护士嫌弃怒骂, 有什么好叫的, 做的时候没见你喊痛, 真矫情。 我气得要去投诉, 却被陆玉为制止。 就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 你这么大人了, 和她计较干什么? 后来, 陆玉为搂着小姑娘, 在车内热吻。 小姑娘笑盈盈问她, 我和你老婆, 谁能让你更爽? 陆玉为皱眉, 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送双生了孩子, 我就再也不想碰她, 觉得有点, 恶心。 发现陆玉为出轨, 是在我生完孩子半年后。 半岁的女儿, 半夜突发高热, 正巧碰上阿姨请假休息,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去客户喊陆玉为, 才发现她还没回来。 我第一时间给陆玉为打了电话, 无人接听。 慌乱中, 我只好自己带着孩子, 开车去医院。 满满自出生期, 从未生过病, 我哪里见过这种阵仗。 虽然尽可能让自己保持镇定, 但看见满满难受通红的小脸, 眼泪还是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车开到医院的。 下车后, 抱着满满就往急诊室冲。 好在经过医生的检查, 只是普通的病毒感冒, 住院挂水观察几天就行。 我一手抱着昏睡的女儿, 一手拿着各种检查单, 还有住院材料。 从四楼跑到一楼, 又从一楼返到四楼。 护士来给女儿打针, 她哭得生思历竭, 我也跟着心如刀脚。 好不容易挂上针, 给满满喂碗奶, 她又吐了好几回。 终于哄着她睡着, 我才小心翼翼地 从床上下来收拾自己。 镜子里的女人神色疲惫, 睡衣上全是奶子。 我叹口气, 再看时间。 此时已经到了凌晨三点。 和陆玉为在一起八年, 她从不会在没有跟我说的情况下 夜不归宿。 这很不正常。 我一边担心孩子, 一边担心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我再次给她打电话。 这次, 电话通了。 陆玉为接起电话, 嗓子有些嘶哑, 老婆。 怎么了? 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但开口便是哭腔, 你干什么去了? 你知不知道满满刚刚发烧了, 现在在医院住院, 电话那边传来衣物摩擦的声音。 陆玉为声音拔高了几个度, 十分焦急, 对不起老婆, 我刚刚和老许他们几个谈业务没注意, 满满怎么样了? 在哪个医院? 我马上就来。 十五分钟后, 陆玉为气喘吁吁, 出现在病房门口, 或许是因为太过着急, 领带都松松垮垮挂在脖子上。 他看见我和女儿变红了眼眶, 蹲在床边满脸自责。 无庸置疑, 陆玉为很爱女儿, 只要他在家, 对于女儿的所有大小事物都亲力亲为。 他是个好爸爸。 透过陆玉为的目光, 我看见自己神态疲惫, 头发凌乱, 擦干眼角泪痕, 我轻声说, 放心吧, 医生说, 没什么大事。 陆玉为这才放心地点点头, 转而对我柔声道, 老婆, 你折腾了一晚上, 今天我来陪满满, 你回去休息吧。 我没有拒绝, 给他简单交代了一下看护注意事项。 离开病房前, 我略带埋怨道, 老许也真是的, 这么晚了还拉着你谈业务, 再怎么工作也不能不休息啊。 陆玉为扯了扯嘴角,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是个工作狂, 你放心, 下次再也不会了。 我垂下眼眸, 没有再问, 轻轻关上了病房门。 转过身, 心却一片冰凉, 呼吸几乎停滞。 许怀舟, 陆玉为的发小家合作伙伴, 也是我最好朋友林夏的老公。 就十分钟前, 我刚给林夏打了电话, 许怀舟在他身侧睡得打呼, 林夏顿了两秒, 才清醒过来, 双双, 你怎么了?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我压抑住狂跳不止的心脏, 尽量平静地道, 不小心摁到了, 没事, 你睡吧。 陆玉为撒谎了, 我在医院碰到了老许, 他提着几罐奶粉和尿不湿, 不好意思地吵我笑, 对不起啊嫂子, 昨晚是我不好, 非拉着玉哥聊工作, 聊着聊着就忘了时间, 我不动声色地接过他递来的东西, 没有拆穿它。 背过身时, 我看见陆玉为深深地松了口气, 女儿很快出了院, 原来肉嘟嘟的脸蛋瘦了一大圈。 陆玉为很是心疼, 给阿姨放了几天假, 自己在家专门带孩子, 怀疑的种子一旦被埋下, 就会生根发芽。 趁着他给女儿洗澡的功夫, 我解锁了他的手机, 手机很干净, 什么都没有, 聊天软件里都是正常的工作交流。 用林夏的话说, 陆玉为身边干净的连只母蚊子都没有, 我有一瞬间怀疑自己是不是想多了, 但怎么解释女儿生病那晚, 她撒谎说和老许在一起, 如果那一晚和她在一起的不是老许, 会是谁? 各种猜测想象在我脑海里过了个遍。 突然, 一个兔子头像的对话框引起了我的注意, 聊天记录只有两条, 陆玉为到家了吗? 兔子, 嗯, 你放心啦, 时间是满满住院那天晚上。 凌晨3点51分, 陆玉为从不会对无关紧要的人表示关心, 毫无疑问, 那晚她是和这个女人在一起。 我带着发烧的孩子赶去医院时, 陆玉为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双手止不住颤抖, 我一下子摊坐在地上, 心中的疑问终于有了结果, 但我却觉得浑身冰冷, 浴室里不断传出陆玉为和满满的笑声, 我飞快记下那个女生的账号, 然后退出陆玉为的手机, 放回原处, 咬着唇没让自己哭出声来。 满满洗完澡, 陆玉为耐心地给她做辅助操, 穿衣服, 读绘本, 又把满满哄睡送到儿童房。 最后, 她小心翼翼上了主卧的床, 从背后把我圈在怀里, 老婆, 这段时间你辛苦了, 这几天你只管使欢我。 借着暖黄色的灯光, 陆玉为依然是一副温柔深情的神色, 满心满眼都是我, 和过往三千个日夜没有任何区别, 可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 我不是本地人, 当初毕业后, 我原本是打算回老家发展, 可我遇见了陆玉为, 为了她, 我留了下来。 求婚那天, 她说她会成为我的家人, 爱我, 照顾我, 保护我。 我将她纳入自己人生未来的每个规划, 毫无保留地将一腔真心托付于她, 对她百分百信任, 从未想过她会做任何对不起我的事。 我们明明很相爱, 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可现在, 作为我最信赖, 最亲近, 最挚爱的人, 我对陆玉为毫无防备, 她却在我最脆弱之时, 给了我致命一击。 各种猜测在脑海中浮现, 他们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为什么? 是因为陆玉为不爱我了, 还是一时的新鲜感? 他们俩发展到哪一步了? 陆玉为没有察觉到我的变化, 手从衣服下摆探劲, 我觉得头皮发麻, 正要制止。 滴滴, 清脆的消息提醒音打破了暧昧的气氛。 陆玉为面露尴尬, 飞快将手机静音。 片刻后, 她慢慢松开手, 小声道, 我还有些工作没处理, 你早点睡, 满满有什么情况随时喊我。 陆玉为或许不知道, 她撒谎的样子真的很明显。 我允许自己痛苦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后,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二十岁的宋双遭遇叛, 大概会哭得昏天黑地, 和对方来个你死我活。 但三十岁的宋双做不到, 我还有父母要照顾, 有工作要完成。 最重要的是, 我还有满满。 就算自己已经崩溃到要疯掉, 明天面对满满, 我也得露出最幸福的笑脸。 我在网上买了一个微型摄像头, 装到陆玉为的车上。 出轨这件事, 除非是桌奸在床, 否则男人也只会狡辩自己, 只是在和人谈理想。 而且我觉得, 至少我应该知道, 能让陆玉为出轨的, 是个什么样的女子。 经历满满住院事件后, 陆玉为几乎全身心都在家庭上。 直到晚饭时, 他接到一个电话, 当时他正在喂满满吃腐蚀。 看见来电显示时, 神色微微一变, 直接挂断, 铃声切而不舍地响起。 我从他手中接过腐蚀碗, 催促道, 可能是公司有急事, 你快接吧。 陆玉为表情自然地接过电话, 转身去了阳台。 不过一会儿, 他就走了进来, 嘴中不断埋怨, 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 要你们有什么用? 挂完电话, 陆玉为略带抱歉地跟我说, 老婆, 公司一个项目出了问题, 我得回去看看。 今天是周末, 陆玉为从不提倡周末加班, 非要你去吗? 底下人做事太毛躁, 我不放心, 这是个大项目, 结束后我就把你喜欢的那套别墅买了, 到时候把你爸妈都接过来住。 行了, 工作要紧, 你去吧, 路上小心。 我抱着满满微笑送陆玉为出门, 宝宝乖乖的, 不要闹, 妈妈知道吗? 爸爸马上就回来。 电梯门关上的瞬间, 我收起笑容, 把满满交给阿姨, 回到房间打开监控画面, 陆玉为上了车, 拿出他常用的香水喷了两下, 汽车一路往南开, 在一个路口停下, 身穿黑色蕾丝小短裙的女孩上了车, 几乎是刚落座, 两人就难舍难分地吻了起来, 我死死盯着屏幕, 过了五分钟, 陆玉为才依依不舍地松开女孩, 他宠溺道, 你胆子也太大了, 不是说过我在家不要打电话吗? 女孩转过头来, 一张精致的小脸朝红未退, 微微喘息道, 哼, 人家就是太想你了吗? 那个老女人也真是的, 就知道拿孩子绑着你, 好像天底下就她能给你生孩子似的, 她嘟着唇, 刻薄的言语似曾相识, 几乎是电光火时间, 我记起来了, 这个女孩, 我认识, 我生满满很是不易, 我盆骨太窄, 而孩子头围过大, 挂催产素几乎要了我半条命, 最后, 我一个人躺在冰冷的产床上, 公缩几乎是不间断地一阵阵来袭, 全身上下的骨头都像被碾碎了一般, 我没忍住, 哀嚎出了声, 正在给我被皮的护士皱起了眉, 站起身来怒吼, 你动什么动啊, 有什么好叫的, 跟天底下就你一个人生孩子似的, 真矫情, 这时我已经疼得两眼翻白, 根本顾不上护士的怒骂, 努力咬牙控制呼吸, 我做过功课, 生产时尽量不要大叫, 以免消耗体力, 可是真的很疼, 小护士越来越烦躁, 嘟囔了一句, 做的时候也没看你喊疼啊, 生孩子倒是知道疼了, 我惊讶于一个妇产科的护士, 竟然能说出这种话来, 生产一共两个多小时, 小护士一直保持着不耐烦的态度, 直到负责接生的医生过来, 他才稍微收敛, 孩子刚出生, 按理说应该先给妈妈看看, 和母亲进行亲密接触, 可他却直接掠过我, 把满满抱给了门外的陆玉维, 弄得直到第二天, 我才看清自己女儿长什么样, 在医院住的几天, 虽然请了月嫂, 但陆玉维还是亲力亲为, 就连恶陆, 他也丝毫不嫌弃, 亲自给我接水擦拭, 连月嫂都说, 陆玉维是他见过最心疼老婆的男人, 陆玉维红着眼说, 你受了这么多苦, 我还不对你好点, 那我还是人吗? 有一次, 刚好碰上这个小护士来查房, 连问也没问, 他一把拉开遮挡隐私的床帘, 我甚至没来得及提上裤子, 他震惊了半天, 尖叫, 不是吧, 大姐, 这么恶心的事, 让你老工作, 不怕他留下心理阴影啊, 生个孩子而已, 又不是贪了, 自己不能擦吗? 无错, 羞耻, 愤怒, 各种情绪涌了上来, 虽然我理解, 医护人员每天要面对这么多病人不容易, 但这个护士说话也太过分了, 而且我总觉得, 他对我有种莫名其妙的敌意, 尤其是每次患药检查时, 看见陆玉维在我身边忙前忙后, 他总要说几句话来阴阳我, 陆玉维比我反应更大, 整个人都低沉起来, 够了, 他历声道, 谁给你权利让你这么说我的妻子, 你给我出去, 我从未见过陆玉维发这么大火, 小护士愣在原地, 小脸惨白, 明显也被吓住了, 陆玉维替我把裤子穿好, 拉上床帘, 看都没看小护士一眼, 还不快走, 小护士红了眼眶, 咬牙跑了出去, 想起之前在产房, 以及刚刚他说的那些话, 我越想越委屈, 产妇因为激宿水平快速下降, 情绪本就比普通人更不稳定, 他身为医护人员, 应该更清楚这点, 我记住他的名字, 打算投诉, 让他长得教训, 陆玉维却一把抓住我的手, 面色有些不自然, 算了, 我刚才不是已经凶过他了吗? 以后他不敢了, 我有些奇怪陆玉维的态度, 这是他自己工作态度有问题, 以后要是他也这样, 对别的病人呢? 陆玉维拧眉, 有些不耐烦, 行了, 他就是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小姑娘, 你这么大人了, 何必跟他计较? 你刚生完孩子, 不能生气, 反正我们明天就出院了, 以后也见不到他。 两张脸在记忆中重叠, 林友友, 陆玉维的出轨对象就是那个小护士, 我回忆的一会儿功夫, 两人已经将车停到了僻静无人处, 我面无表情, 看着陆玉维动情, 小心翼翼将林友友放倒, 势必, 陆玉维点了根烟, 林友友半躺在陆玉维腿上, 手指在他腹肌上打圈圈, 陆玉维闷哼, 一把抓住他的手, 哑声道, 别闹, 女孩娇笑着圈上他的脖子, 说, 我和你老婆, 谁能让你更爽? 陆玉维眸自微暗, 低头狠狠咬了一口女孩的唇, 你说呢? 小妖精, 宋双从来不会像你这样取悦我,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他生了孩子, 我就再也不想碰他, 总觉得有点, 恶心, 一瞬间, 我觉得自己是幻听了, 联想到生完孩子后, 陆玉维的反应, 如坠冰枯, 从月子中心回来后, 陆玉维便主动搬去客房睡觉, 美其名曰, 怕打扰到我和女儿休息, 半年, 没有碰过我一次, 哪怕我忍着羞怯, 主动去他房间, 他也不为所动, 今天太累了, 改天吧, 后来, 我开始生气, 质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以前陆玉维不是这样的, 只要一有机会, 就粘着我胡闹, 结婚后, 更是食髓之味, 他把情欲看得很重, 而我却恰恰相反, 陆玉维松了领带, 在我脸上轻着一口, 揉了揉我的脑袋, 轻笑, 傻瓜, 一天到晚胡思乱想什么呢, 我是心疼你生孩子太辛苦, 身体还没恢复好, 我不由分说, 吻上他的唇, 堵住他接下来要说的话, 虽然在一起多年, 但在这件事上我始终放不开, 如今我这般主动, 陆玉维盯着我, 眼睛里闪过惊喜, 唇息交缠, 呼吸越来越重, 热浪升起, 陆玉维逐渐转换了主动权, 满满今天去了陆玉维爸妈家, 没人打扰, 屋里点上香薰蜡烛, 身上穿的也是陆玉维最喜欢的一套睡衣, 我们一路从客厅到卧室, 最后关头, 他按掉了卧室氛围灯, 我笑着问他为什么, 平时他从不关灯, 说喜欢看我动情的样子, 陆玉为动作正了一瞬, 闷闷道, 今天不想开灯, 其实, 动不动情, 是很容易分辨的, 那次我虽然明显感觉到, 陆玉维和以往有所不同, 但也只觉得, 是生孩子后第一次, 相互都有些不习惯而已, 现在正确答案浮出水面, 他只是觉得我恶心, 我孕前167, 体重98斤, 怀孕期间遵循医嘱, 严格控制体重, 到生那天也才115斤, 出完月子, 身材恢复得和从前别无二致, 临下来家里看望, 也是促侠笑我, 我怎么感觉你生完孩子更有韵味了呢, 你们家陆玉为真被你吃得死死的, 满满有专业阿姨照顾, 完全不存在我满心扑在孩子身上而忽略陆玉为的感受, 我们相恋多年从未吵架, 感情甚好, 那到底是为什么? 是我给的情绪价值不够多? 是我泰木讷无法给他提供新鲜感? 还是我不够漂亮, 不够性感? 我无可避免地陷入自我怀疑, 陆玉为很有原则, 无论林悠有如何使劲浑身解数想留下他, 陆玉为还是把他送回了家, 玉山别墅, 衣衫傍水, 风景秀丽, 我和林夏一起去看过多次, 总是感叹, 要是住在这多好, 我不禁绝地嘲讽, 宋霜啊宋霜, 你舍不得享受的东西, 早就有人替你得到了, 你真是全天下最傻的傻子, 两人在车上温存了一番, 林悠有恋恋不舍递下了车, 陆玉为目送他进门, 才一脚油门启动车子, 经过甜品店时, 还给我带了一份最爱的蛋糕, 在外, 他是林悠有的热恋男友, 在内, 他是我温柔体贴的好丈夫, 我开始恍惚, 陆玉为是怎么做到, 在两个女人之间, 自由来回切换的, 到了车库, 他细细地把车内检查一番, 连脚垫下面也没放过, 直到确定没有任何破绽, 他长舒一口气, 快不回家, 第一件事便是去检查 满满被子有没有盖好, 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 然后把蛋糕递给我, 嘱咐我虽然喜欢, 但我牙不好, 只能吃半块, 陆玉为心情很好, 语气轻快, 连洗澡时都在哼歌, 这样鲜活的陆玉为, 我多久没看见了, 我想过, 要不要把这件事装作没发生过, 除却出轨这件事, 陆玉为是个好丈夫, 好爸爸, 他爱我, 尊重我, 能给我和满满优渥的生活, 让我放手去做所有想做的事, 但门心自问, 我真能吃下这碗家生的饭吗? 未来很长, 原谅一个人, 从来不是原谅一次就够了, 而是未来的每一天, 只要我记起, 就要原谅一次, 如梗在喉, 痛彻心扉, 我努力了, 可我做不到, 我不想变成一个连自己都害怕的泼妇, 我不该过这样歇斯底里的生活, 满满也不能有一个满腔怨恨的母亲, 于是我提了离婚, 那天是我和陆玉为相识九年的纪念日, 他早早回家, 准备了鲜花和礼物, 在我开门的瞬间, 抱着满满从门后跳出, 妇女俩的笑容如出一辙, 双双, 纪念日快乐, 宝贝, 今天是爸爸和妈妈认识的第九年哦, 陆玉为一手抱着满满, 一手牵着我, 桌子前, 放着一个精美的礼盒, 猜猜看, 九周年的惊喜是什么, 陆玉为拿起满满的小手, 妇女俩一起慢慢打开礼盒, 盒子里放着的是玉山别墅的房产证, 心脏猛地收缩, 陆玉为以为我是太激动, 杨眉含笑问我, 怎么了, 高兴傻了, 陆玉为, 嗯, 我们离婚吧, 在一起八年, 不论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从未提过分手, 我看见陆玉为的笑容凝滞在脸上, 最后变得僵硬, 滑稽, 老婆, 你在开什么玩笑, 我面无表情, 从她手里接过满满, 我是认真的, 离婚协议书我会你好, 你签字就行, 她目光闪了闪, 慌忙过来拉我的手, 你到底怎么了, 是我最近做得不够好, 哪里惹你生气了, 没有, 我只是觉得, 你有点恶心, 满满被阿姨带下楼去完了, 我和陆玉为坐在书房, 看着自己和另一个女人, 抵死缠绵, 陆玉为逐渐苍白, 嘴唇不停颤抖, 你听我解释, 我和她说到最后, 陆玉为自己指了声, 画面中继续传来她的声音, 自从她声完, 我就觉得她有点恶心, 陆玉为无助地捂住脑袋, 哀求我, 关了吧, 别再看了好不好, 我不是那个意思老婆, 我比自己想象中要冷静, 我想了很久, 发现自己还是没办法做到若无其事, 就算我原谅了你, 这件事还是会像跟针一样扎在我心口, 不要说什么你, 只是寻求一时的刺激, 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 我只要看见你, 就会想到, 在我躺在产床上拼命为你生孩子, 你的情人是怎么侮辱我, 你又是怎么说我恶心的, 我铁了心地要离婚, 陆玉为跪下求我, 说自己只是一时糊涂, 求我看在孩子的面上, 给他一次机会, 他马上就和那个邻友友断了, 说到最后, 他歇斯底里, 一脚踹在书桌上, 我就犯了这么一次错误, 我爱了你九年, 你连一次机会都不愿意给我, 我知道你生气, 这是我的错, 我认, 但就算是犯人, 也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这次是我不对,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 就是不要轻易说离婚好不好, 我爱的始终都是你, 那个女人, 只是一个调味剂而已, 我绝望地看着陆玉为, 这个我深爱了八年的男人, 卸下那层名为爱情的滤镜后, 他与别人并无不同, 甚至更怯懦, 卑劣, 无耻, 如果他大方承认, 他对陵游有失爱情, 我还能高看他一眼, 结果他只是惊虫上脑, 贪图一句, 比我更年轻诱惑的肉体, 那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算什么, 我只问了他一句, 你们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应该是我刚怀上满满那会儿吧, 话音刚落, 陆玉为猛地颤了下,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其实仔细想想, 一切早有端倪, 我从发现怀孕起反应就特别大, 吃什么吐什么, 那段时间, 我无暇顾及陆玉为, 孕后期稍微好点后, 陆玉为对待我也是小心翼翼, 一直到现在, 我和他亲密的次数, 屈指可数, 陆玉为是个男人, 这就是最大的反常, 我问陆玉为, 你现在也有了女儿, 满满不小心磕破一个小口子, 你都会心痛半天, 如果他长大后, 遇上像你一样的男人, 辛辛苦苦怀着孩子, 丈夫却在外面找情人, 你会怎么想, 你会不会, 连想杀了那个男人的心都有, 陆玉为不同意离婚, 他把所有时间, 都花在了我和满满身上, 出门工作也会半小时给我发一次视频报备, 他主动让我检查他的所有通讯软件, 你看, 我都删了, 我和他已经断得干干净净, 对了, 还有玉山那套别墅, 我也让他搬走了, 对不起, 双双, 你就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陆玉为认错的态度很诚恳, 可是, 不是所有错误都有挽回的机会, 我拿出你好的离婚协议书, 你是过错方, 理应做出财产补偿, 满满的抚养权归我, 你随时可以探视, 对于孩子来说, 你始终是他的爸爸, 这一点永远也不会变, 这些天, 陆玉为整个人肉眼可见的颓废下来, 他嘴唇张了张, 无助地道, 你要怎么做才肯原谅我, 你不能这样, 双双, 就算是死刑犯也有申诉的权利, 我是不会签字的, 我不离婚, 我平静地将离婚协议收起, 没关系, 那我就起诉, 就算一审不会判离, 我可以等, 只要分居两年, 加上你出轨的证据, 二审怎么样也会判, 陆玉为疯了, 几乎砸了大半个家, 就在我连自己的婚姻都弄得一团糟时, 临下哭着给我打来电话, 他在电话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从他断断续续的言语中, 我终于拼凑出, 老许出轨了, 临下现在正在酒店门口, 等着抓奸, 他叫我过去, 怕自己一个人对付不了那对狗男女, 放下电话, 我几乎是飙车到酒店, 陆玉为不放心, 也开了车跟在身后, 许怀周不愧和陆玉为是好兄弟, 两个都是同等货色, 我和临下闯进去时, 他和一个陌生女孩正赤条条地躺在床上, 陆玉为紧跟其后, 看见这场面尴尬不已, 或许他也没想到, 有一天会目睹自己兄弟的出轨现场, 许怀周第一时间拉过被子盖住了女孩的身体, 真正见到这一幕, 临下反而镇定起来, 我以为按他的脾气, 今天许怀周多少会见血, 只是冲过去狠狠扇了许怀周一个耳光, 我立马举着手机警告, 你别还手啊, 我录着呢, 陆玉为握住我的手, 神色复杂, 双双, 这是许怀周和临下自己的事, 让他们自己解决, 我弯了他一眼, 好像在看什么脏东西, 你给我滚, 许怀周慌乱不已, 但依旧死死护着被担下的女孩, 临下, 是我对不住你, 你们别为难他, 许怀周是陆玉为的发小, 临下是我最好的朋友, 许怀周对临下一见钟情, 追了他两年, 求婚那天, 许怀周在漫天烟花下历史, 永远忠于临下, 现在想来, 誓言和谎言最大的区别, 一个是说的人当了真, 一个是听的人当了真, 那女孩穿上衣服, 默不作声地躲在许怀周身后, 临下红了眼眶, 几乎是咬牙道, 放心, 我不打你, 女孩是附近医学院的学生, 读大四, 在许怀周防备的目光下, 临下没有为难那女孩, 只是盯着许怀周的眼睛问他,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在一起多久了, 临下极力让自己镇定, 我却感觉到他整个人都在微微发抖, 许怀周点了根烟, 语气平淡的好像与自己无关, 酒吧认识的, 他家里条件不好, 在酒吧打工, 小姑娘被人欺负, 我看不过, 帮了一把, 男人总是乐意做就封城的英雄, 我静静看着他们对峙, 临下问, 许怀周答, 与陆玉为不同的是, 许怀周很坦荡, 承认自己爱上了那个女孩, 临下提出离婚, 她只是愣了一瞬, 欣然同意, 那感觉怎么说呢, 就好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听见许怀周愿意为了自己离婚, 那女孩的背脊挺直了几分, 看向我和临下的目光里也充满了得意, 我忍不住发问, 你认识林优友吗? 许怀周不自然地看了陆玉为一眼, 什么林优友? 我不认识, 别装了, 我和陆玉为正在走离婚程序, 我坦言, 在场众人纷纷露出震惊的表情, 过了半晌, 倒是那个女生开了口, 原来你就是有男朋友的那个老婆呀, 林优友是我好闺蜜, 他们俩都在一起一年多了, 你老公说了, 和你在一起早就腻了, 摸你和摸自己没什么区别, 尤其是你这种生过孩子的, 表面上看起来光鲜精致, 实际上一世就, 我猜得没错, 不愧是好闺蜜, 爱好一致, 陆玉为气得满脸通红, 怒吼, 许怀周管好你的人, 啪, 我把你当人你最好装的项点, 你算什么东西, 敢这么说宋双, 林夏义无反顾站在我身前, 扇了女孩一巴掌, 她拉起我的手, 狠狠瞪了许怀周和陆玉为一眼, 还真是一对好兄弟, 明明是发现许怀周出轨, 结果却要林夏反过来安慰我, 我笑着回应, 放心, 我真的没事, 最难熬的日子我已经过来了, 她表情纠结,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和许怀周好歹还没有孩子, 但是你, 双双, 虽然这样说很不好, 但是陆玉为和许怀周毕竟不一样, 她应该是真心知道错了, 她也不愿意离婚不是吗, 要不你就看在满满的份上, 给她一次机会, 我知道林夏是为了我好, 我们没有经过孩子的允许, 就擅自把她带到这个世上, 父母感情不合, 孩子是最无辜的, 可我仍然摇头, 林夏, 我就是为了满满, 才必须和陆玉为离婚, 满满总有一天会长大, 我不希望等她长大后, 发现陆玉为出轨, 而我为了她选择妥协, 这是不对的, 我不想影响满满的择偶观, 让她觉得婚姻中男人可以不忠, 而女人就必须忍让, 我有踏入婚姻的勇气, 自然也有离开的魄力, 林夏感动极了, 热泪盈眶, 说得好, 好姐妹, 要离一起离, 可惜, 离婚并不是那么顺利, 我带着满满从家里搬了出来, 正是和陆玉为分居, 她并不阻拦, 只是默默把我对面的房子租了下来, 双双, 你和满满两个人在这儿, 我不放心, 我拿她没办法, 毕竟我无法限制她的自由, 想去哪儿干什么, 都随她自己, 我只能选择彻底无视她, 她毫不在意, 将姿态卑微到尘埃里, 我要让你看见, 我是真的改了, 直到某天早晨, 我开门, 发现她蹲在门口, 你在这儿干嘛, 陆玉为摇晃着起身, 眼里尽是血丝, 带着讨好的笑, 我就想离你们两个近一些, 生来就是天之骄子的陆玉为, 何时这么卑微过, 早知如此, 何必当处, 陆玉为不是不了解我的性子, 也不是不知道这件事会对我造成多大的伤害, 他只是在赌, 赌我会为了这八年感情, 为了满满地原谅他, 我默默看了他许久, 掏出手机, 点开几条语音信息, 大姐, 陆玉为早就不爱你了, 你死皮赖脸缠着他, 有意思吗? 麻烦你转告陆玉为, 那次在车上我没有吃药, 我怀孕了, 我爱他, 我要生下和他的孩子, 你要是还有点道德, 就早点和他离婚, 陆玉为如遭雷击, 他拼命向我解释, 双双, 我真的不知道, 我早就和他断了, 我, 我真的没有再做对不起你的事, 我关上门, 最后告知陆玉为, 如果你还想保留最后的体面, 就快点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不介意把这些东西都公之于众, 我相信陆玉为, 他是真的和林友友断了, 林友友联系不上陆玉为, 便找上了我, 世间我的朋友圈很有意思吧, 看到这些, 你应该知道陆玉为爱的是我, 你知道吗, 你在医院住院保胎的时候, 他说去给你买粥, 三十分钟的时间, 我就在地下车库等他, 他说他想我, 还有你生孩子的那几天, 只要抽空就和我在一起, 我们在办公室, 在医院顶楼, 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你还真以为他把你当宝呢? 你为他生了孩子又怎么样, 我只是稍微撒撒娇, 他就给我买了你喜欢的别墅, 他的朋友圈我看了, 从认识到热恋, 堪比一本恋爱日记, 但说伤心吗, 也并没有, 我把这些聊天记录和朋友圈统统截图, 回复, 放心, 也只有你还把陆玉为这个脏东西当宝, 林优有自以为和陆玉为是真爱, 殊不知陆玉为只是把他当成免费创办, 一个星期后, 陆玉为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财产大部分归我, 算是对我的补偿, 我们去了民政局做登记离婚, 一个月后, 看着工作人员在离婚证上盖下印章, 我终于松了口气, 将离婚证妥贴收进包里, 转身离开, 陆玉为跟在身后叫我, 双双, 我已经带林优有去医院做了流产, 这辈子我只会有满满一个女儿, 无论你相不相信, 我心里妻子的位置, 也始终只会有你一个, 我继续向前, 头也不回, 番外, 林优有以为陆玉为离婚了, 自己就可以上位, 毕竟陆玉为从第一眼见到他起, 就被他深深迷住, 两人一拍即合, 当晚便去了酒店, 他毕业找不到工作, 陆玉为更是把他安排进了医院工作, 他一路顺风顺水, 直到亲眼看见宋霜, 陆玉为的妻子, 他远远看了一眼, 宋霜大着肚子, 全身浮肿, 陆玉为陪着他产检, 全程小心呵护, 生怕他出一点问题, 可是凭什么, 宋霜根本配不上陆玉为, 他也根本不懂陆玉为想要的是什么, 看见宋霜生产时要死要活的样子, 他忍不住出声抱怨, 陆玉为却为了他骂了自己, 可是没关系, 自己只是稍微撒撒娇, 陆玉为就送了他一套别墅, 如今宋霜出局, 自己自然就是名正言顺的陆太太, 可他没想到, 等来的是陆玉为拉着他去医院做流产手术, 他崩溃大哭, 为什么? 你那么喜欢孩子, 我也可以给你生啊, 陆玉为捧着脸, 好像听到了什么笑话, 他嫌恶地看着他, 我喜欢的是送双生的孩子, 你算什么东西? 林悠有第一次发现, 自己好像从未了解过这个男人, 明明他在床上是那么深情, 下了床, 也是同等无情, 他没了孩子, 医院也解雇了他, 听说是送双给医院领导写了一封举报信, 就连陆玉为, 竟然要收回这一年多给他的所有财物, 包括那栋别墅, 他去质问陆玉为, 陆玉为毫不在意, 当情人, 这种结果你不是早就应该想到吗? 林悠有受不了了, 他又哭又笑, 对啊, 所以你现在的结果也是自作自受, 你这种垃圾, 活该宋双不要你, 陆玉为心脏处针扎般的疼痛, 他白了脸, 突然暴怒, 狠狠一巴掌甩在林悠有脸上, 滚, 你给我滚, 宋双离婚后, 带着满满的行李回了老家, 回到他父母身边, 宋双父母当初不想女儿远嫁, 一度宣称要和宋双断绝关系, 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嫁给自己, 可自己又是怎么对他的呢? 陆玉为时常去看他们母子, 离婚的第一年, 满满会走路了, 还会开口叫爸爸妈妈, 离婚的第二年, 满满要上幼儿园了, 陆玉为推了工作, 来和宋双一起送满满上学, 离婚的第三年, 满满第一次在幼儿园表演拿了奖状, 看着宋双发来的视频, 陆玉为满心骄傲, 离婚的第六年, 满满长大了, 寒暑假宋双会遵循孩子的意愿, 送满满到陆玉为这来, 陆玉为很珍惜和满满相处的日子, 这些年陆玉为身边一个女人也没有, 宋双也没有开始新的感情, 陆玉为想, 自己或许还会有机会, 等宋双再一次宋满满来时, 陆玉为小心翼翼地提出邀请, 要不, 今天一起留下来吃个晚饭, 他怕宋双反感, 连忙补充, 你别误会, 就是我们一家人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今天不了, 我有约了, 宋双笑着说, 陆玉为看得恍神, 这样的笑容, 他曾经也看过, 那是宋双第一次答应和自己约会, 满满, 在爸爸家要乖, 妈妈过几天来接你, 宋双对着满满嘱咐, 转身出了门, 陆玉为心里有点不好的感觉, 满满好像看出了自己的心事, 说, 妈妈好像谈恋爱了, 我见过那个叔叔, 经常送妈妈回家, 陆玉为动作一顿, 半天没有说话, 半天才开口问, 那个叔叔, 对你好吗? 满满重重点头, 叔叔对我可好了, 最重要的是, 对妈妈很好, 每次妈妈和她在一起, 都是笑着的, 听见宋双过得好, 陆玉为是应该高兴的, 但是, 为什么心会这么痛? 等宋双再来接满满时, 陆玉为忍不住叫住宋双, 他鼓起勇气开口, 双双, 我知道当初是我自己混蛋, 对不起你, 宋双坦然笑了,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 这些年你对满满很好, 是一个合格的爸爸, 陆玉为心里燃起一丝希望, 那你能不能再给我重新追你一次的机会? 你, 你不用现在给我答复, 陆玉为说到最后, 不敢抬头看宋双的表情, 他听见宋双深深叹了口气, 陆玉为, 你知道吗? 当初知道你和别人, 我深深怀疑过自己, 是不是自己不够好, 才让你这样对我, 但现在, 我释怀了也明白了, 我很好, 并且值得更好的, 我的爱是单线成的, 一次只能爱一个人, 当初爱你时, 我不遗余力, 分开也可以干净利落, 属于我们的那条线, 已经结束了, 陆玉为眼睁睁看着那个男人来接宋双, 自然地从宋双手中接过行李箱, 又贴心地为他打开车门, 亲密地就像一家三口, 而他只是局外人, 车子急迟而去, 很快就消失在陆玉为的目光中, 他缓缓蹲下腰, 哭得泣不成声, 他终于意识到, 自己犯了怎样的错误, 又得到了怎样的惩罚, 那个满心满眼, 只有自己的女孩, 他还是弄丢了, 全文完,